國立中華生活美學館邀請到台中 教育大學美術學主任任勤善教授 以壓力文明為主題來基盤獲得 現場剛才可以感受到藝術家學會其他以外 不可以透過作品來感受藝術家 對未來環境和分化意見 豐富島灣的外奏是藝術家任勤善教授 帶來的體驗 藝術家用作品來分享對這篇土地的歷情 也用作品來團達對環境和分化的感受 我不敢說對於台灣的歷史真是多麼的清楚 但是我們感受到是最重要的 所以這次我的展覽名稱叫做野柳文明 一看就知道是虛構的命題 野柳本來是一個海邊的地景 沒有什麼太多的植物 那我把它想像成在一個資源有限的一個空間裡面 人怎麼去活絡它 豐富它 林勤善教授表示 他的作品當中有很多都是用料豐富的石材來創作 雖然看起來很複雜也很亂 所以也會當中有協調性 那這個豐富中的協調 事實上是一個有它的寓意性 就好像原住民的很多它的文室 基本上色彩也是非常的豐富 可是看起來就是有它的獨特性之外 同時也跟好像跟這個土地有一種連結的感覺 那對我來講這就是一種協調 這跟土地產生某種程度的連結才算協調 這是我個人的一個觀感 大生化美學館之外 林勤善教授將古典會為美學代彰化 你看起來很普通的創作地財當中 也有得有很嚴格的古典美學 是相當難地的結束電欄 大傳新聞 張室朗中華 蔡芳寶島